議長還有各位議座 那第四案由公務處來報告 然後第一點 本工程的交通維持計畫 於105年第五次的 基隆市港道路交通安全聯席匯報通過 然後決議內容 第一點是請公務處定期做相關交通檢討報告及相關分析 關火二大華一路大華橋至郡德街路口 全線道路AC路面拋鋪 標誌標線應進行全線檢討 然後本處於105年6月23日有召開一個會議 然後有請顧問公司提出改善的研理方案 然後依據研理的方案 我們在105年的8月14日 第一點是有針對郡德街口到自強路口的破損路面 重新跑步完成 第二點是有關於轉彎處 未設置凸透鏡的部分 七五區公所這邊也配合在郡賢路 跟大華一路轉彎處有設置三面的凸透鏡 然後最後就是有關於七賢橋的 風橋改道跟替代道路的告示牌 均依照交通維持計畫出的核定擺設告示 以上說明 好我們許麗麗 許議員 對不起 楊秀玉 楊議員 剛剛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處長 公務處處長 您這個報告書 這個報告書裡面的內容 讓本席覺得是有點堂塞應付 這個一個地方的一個公共工程的一個 一個實施 尤其是這個造橋鋪路 是對於我們這個一個市府來講 也算是一個一大功德 那尤其這個在 我們再說針對這個七賢橋這個 這個這個風橋 開始的這個六月 六月十三號風橋至今 在你的這個交通維護計畫 交委計畫這個部分 你在這個報告書裡面那個內容 是您在這個風橋之前 就要做好的事情 人民的身家安全 你們看的是這麼的輕忽 我是針對這個大法一路這個部分 我在六月三號就已經發文 在你們風橋之前 民眾就有在反應 就已經有跟你們發 有行穩到市府 針對你們那個 就是那個 這個博友的這個泡撲 還有一些這個 一些的那個 交委的一些因有不足的設備 都已經有行穩過去 你們都 你們那個交旅處 還打電話給那個 打過來 公務處說 那個什麼 什麼公務處沒有拋撲 也不能劃線 結果我在六月十四號 我又發了 我又發了一個文 那個交旅處這邊 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下文 你們在這個 六月十三號召開這個 七線小 凱建工程 這個 這個部分 其實你們這個在風橋前 應該要把這個交通 維護計畫 這個部分都要全部要做得很完善 尤其我說 這個大法一路那條路 那個那個 那個路的寬度是不夠的 怎麼當替代道路 光是那個什麼 那個車禍的那個平船 那天我知道 我有去調資料 已經多了七八件 還有你們那個捷灣取值道路 泰安路跟那個明德一路 那個捷灣取值道路 也還沒有完工 還沒有完工就當替代道路 你知道我們幾年去台北 到台北去上班的機車上班 有多少 尤其是年輕人 勢必一定要經過我們七堵 這個七堵區 這條七堵區的這個明德 這個明德 明德一二三路 或者是光明路這條路 那現在 現在那個什麼 現在這個七千橋 這個主要看到 這七千橋已經封橋了 可以說主要都是 以光明路明德一二三路 這這條路為主 尤其是明德二路 明德二路那邊的路 那個路很軟 你們那個在郊尾的 這個像這個交通的 這個疏導人員 去本期所瞭解 兩個禮拜就撤銷掉了 這個我可以拿一個來形容 比如這個明德一二三路 本來就像一條 我們的一條血管 本來是 本來可以說是他血 血路是很順通的 這很順通啊 那你現在整個突然間 血量 暴增 你認會怎樣 有可能會中風的 或癱瘓 甚至於死亡啊 我在8月13號到幸福人生 我嚇了一跳 我去參加那個中遠普渡拜拜 那個那個拜拜 那中午的時候去那邊 看到有人在收魂 收魂 我當時嚇一跳怎麼奇怪 這七月十下這受魂 真的讓我突然之間 我覺得毛骨悚然 不管是怎麼樣 就會怪你們市政府 像你們那個什麼管路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四大管路 也是這樣 為什麼不齊步來做呢 而且你們那個節安曲子道路 那個泰安路 跟明德義路 那個節安曲子道路 那個 也是一言再言 竣工也是都一直在 一直在delay 把這個你們把這個替代道路 太便宜行事了 這個部分 我是大概 提醒一下 我們這個公務處 這個部分 請你們加強一下 好 我們謝謝楊秀逸議員 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張耿惠議員發言 我們蘇仁和議員 請做準備 好 謝謝主席 大家早 那有關本案 本席還是要站在地方的立場 首先要感恩 我們林市長 所帶領的團隊 及中央的潛力的配合 讓這個重要的橋梁 危險的橋梁 能夠開始動工 不過在這邊 我有幾項 想建議我們事務相關單位的 我想 政府 一個重大的 施政工程 在開始要做的時候 先前的很多的配套措施 務必要詳細的做 周詳的計畫 從報告通 很多 都是已經 開始動工了 你後續才做的 這些都不應該有的行為 相信 相信 這個工程 也是您 林市長 上任的一個 相信是一個重大的工程 也是從頭到尾 不是像 前陣子啊 就是負責剪採就好了 因為前朝所做的 你負責剪採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期待 這項工程 不能有任何的疏失 當然啦 剛才 剛才 我們當地的議員 也反映了很多問題 我希望你工務處長 張處長 你剛接了 當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你後續的要怎麼來彌補 先前的 已經也 在協調會當中啊 你們應該也有任務交接的時候 市政府我最近啦 這世界我發現啦 反正一個做一個就走了 陸西的一些案件也沒有啦 反正我上任啦 市長交代什麼都做什麼啦 產生了一些很重大的一些名言 舉例 當初在協調會的時候 本席 你可以去調資料 配套措施 包括交通管制 包括耗製 包括公車停 結果 都已經實施了 讓我們地方站在那邊公車 你已經都通車了 已經曬多久了 尤其這炎熱的夏天 公車站牌 連一個遮涼的都沒有 讓人家已經 等候幾個月了 你現在還做陸戲的動作 所以這不應該發生了 在這邊啦 我也 請我們公務處長 你這個時辰啊是兩年啦 對不對 崩潮請接我們兩年 你知道光一個 從我們那個年華那個以前舊年華出來要到對面進行 到那個啊 到對面那個錢家福而已啊 要鬧多圈啊 客人家裡跳都要跳多少 大眾運輸的油料要花多少 這一些啊 這一些啊 我是希望 工程的 能夠縮短 造成 造成 地方的民業能夠減少 這一些有影響 店家的生意 你務必要主動的 你務必要主動的 而且要很熱誠的 交代你的所屬 相關單位 包括財政署也是一樣 稅監署也是一樣 那些減稅的問題 你不要再讓百姓人走來走去 讓我們拿出誠意出來 沒有錯 政府一個重大工程 市民是要配合 可是我們也不要老民太多 所以說以上啊 幾點建議 我是希望 學後啊 我們市政府在林市長帶領的團隊啊 任何的工程啊 你要施做之前啊 務必的做周翔的計畫 不要事情已經在做了 後面陸續的 還要再做 在這邊 雖然說陸續做 很多市府的官員 本席也是覺得 需要肯定的 舉例來講 養工科的科長就不錯 反應沒有多久 就很立即了 不好意思啊 你講話不要再插話了 很重點 氣氛不要再插話了 那個 我想啊 那個養工科的科長啊 是值得肯定的 或是啊 本席啊 好就是好 不好 當然就要提出前堂 希望啊 能夠啊 公務處長啊 本席的建議啊 希望能夠啊 給你一個善意的建議 以上是本席的 良心的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張口輝 張議員 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 蘇仁和蘇議員 好 謝謝我們議長 我想我們七土七 七銜橋的改建 那麼七銜橋跟六合五是 七銜橋來講是比較長的一條 也比較重要的一條橋 那麼這個橋的改建 是一個重大公共工程 那麼重大公共橋的改建 當然會衝擊到 周邊的這些交通的流量 跟交通行人上的不方便 這個我們都可以 承受 也可以想得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想說 這個工程一旦實施下去 到現在 那麼因為 也剛好在我 議員服務處的協隊面 那麼所有幾乎 抱怨的 埋怨的 不便的 幾乎都向我的服務處來投訴 這不是要做到時候 這就是人行步道 腳踏車要用走到時候還沒開通 大概這幾天已經開了 不然自從我們動土典禮之後 將近要一個月還沒有通 還沒有通 那我想在這邊大概有兩點提出來 向我們工務處來做一個說明跟建議 剛剛我們同仁 我們張 張議員有說 七千橋的改建 對於上班族也好 尤其是上班族 那麼跟住在對岸的這些 進行街這些 的祝福 跟做生意的也好 沖洗非常的大 那麼繞路繞那麼圓 不要說一定要去全家湖 你要去百湖社區 你要上高速公路 那你要到那邊上班 全家湖餐廳上面有將近10多家的這些 加工廠 員工的人數還是不少 還是不少 以前他們只要經過七千橋就可以去上班 在那邊上班的我們七五七的居民 跟基隆市居多 你看他們現在要繞一個沿路 然後從明德一路 明德二路 然後 再到工堅路 然後再轉回來 然後再到 趙靖恩這邊來上班 那如果從這邊大華僑過去 你要從大華一路 然後繞到 繞到舊的這些連甘宅 就是祕書長你們 令鼓鼠一臺 才無謂鬥出來 才無謂鬥出去 那麼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在這些方面 我不曉得 大概 騎乘是四次兩個月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那麼久 好像是二十個月 是不是工務處你們在這邊 我不曉得 重大工工程 之前好像有趕工獎金 就是比你期前多久 預定完工的天數還要找多久 那麼有這個獎金 當然工程品質還是一樣 要很好 在這個前提之下 如果能夠趕快把它完成的話 我想 對於我們剛剛同仁所質疑的 這些交通上的不便 還有一些浪費 這些油錢 時間上等等這些 我想 這些加起來 如果是兩年的話 那麼比做一條道路的錢 還要來得多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你在施工當中 我不曉得我們 主辦單位 我們工務局 有沒有准許他 在這個七弦橋的北端跟南端 下面的這些基隆河的合體步道可以用 你有空你去看看 我想 現在因為很早上很多 很多的民眾 大部分都在走 對岸 跟這邊 都在做 早起位的這些運動 我想這一點 你們要過去看一看 那麼另外一點 就是說 我希望說在警察局 警方這方面 也有配合你們 一些交通 那我想主命 你大家比較清楚 在六堵 那是公建東路 公東路 就是六堵油漬那條 在公建路上來 是雙向道 來到要接明德一路的時候 明德二路的時候 變成單行道 因為騎摩托車的人 因為必須要繞 不必繞那麼遠 像百湖社區 不曉得以前 他想說他要到七堵來 以前要跑很遠 如果住在百湖社區 從 不要經過 從虎虎街過來之後 那麼 不用經過六堵橋 一下子就可以走到工業區 就可以起來 雙向道來到油漬那邊 變成單行道 變成大地油漬 那邊變單行道 大概公務處長 你應該也清楚 警方現在都在那邊指 抓 你闖 闖單行道 逆向行駛 然後整段 所以我想你必須 黃警長你回去 你們再開 祈福會議也可以說 在那邊 好像儘量用圈套的 因為有一些人 因為根本不曉得 從工間路轉過來 就雙向道 怎麼跑到上面 變成單行道 變立向行駛 那派出所就在那邊 就開花單 那開的都是我們基隆 是我們基礎區的 這幾百五射區 或者說 或者說不知道 怎麼路從這邊上來 或是說 你們在這個交通上 交理處在這方面 或是說 你們警察局認為說 怎麼樣 在哪些時間 你們可以 如果路過關的話 這段時間 機車可以 可以行駛雙行道 也可以啊 不要極限說 只有單行道下去 上來變成單行道 這樣我想一些 因為基隆角封路之後 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不曉得 在雙江道 到上面 變成單行道 變成逆向行駛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必須說 說說說 儘量 給我們基隆市的 這些市民 上班族也好 住在我們基隆區的 一樣 能夠 我們能夠提亮 但是我們施工單位 我想我們必須要 儘量讓我們 這些 基隆區的行的方面 能夠安全一點啦 這是以上個人的 一些簡介 好 寶貴的簡介 我想 我們在請我們公務處 對於我們議員的 質疑上面 請說明一下 這邊先針對 楊議員提出來的問題 先做說明 交通疏導的部分 大概前兩週的配置的人力 是比較多的 後面配置大概就能力 有縮減的大幅縮減 有需要的話 該增加人力疏導交通的部分 我們會再做能力的增加 然後第二點就是 當初就是明德太安要先 主線要先開通 所以才會封期間交 所以5月24號那時候 市長有現場去看 看完之後沒問題 大概主線的部分 就明德太安有先開通 只是說後面還涉及到 就是要往太安地下道 那個區塊 大概有涉及到一些管籤的問題 目前大概就是9月初 大概整個管籤會完成 那後續就是排水 因為那邊太安地下道比較低 大概排水系統 我們會做改善 後面後續就是鋪面整個做完了之後 我們會預估10月底之前 那個整個區塊的交通 會做徹底的改善 那另外針對張耿輝議員 就是公期跟營業損失的部分 公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預估是兩年 因為6月30號的開工典禮 也很感謝各位議員的歷齡指導 然後品質的部分 公務處這邊會做把關 公期的部分我們會縮短 盡量來說短 能夠提早完工的話 我們會盡量來提早完工 那營業損失的部分 市長上任之後 大概我們各處局都會動起來 會主動的互相橫向聯繫協調 大概水務局那邊也會主動提出 需要做營業損失補償的話 水務局那邊的人會主動去 然後蘇仁和議員這邊提到的部分 大概交通衝擊影響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來做減低 然後另外河堤部到破壞的部分 因為河堤的位置大概就是 未來會是做喬台的位置 所以會破壞掉 只是說施工繼續堆放的部分 就是工地的環境安全衛生 我們會努力來加強 另外就是公東街的部分 公東街大概過了大地有種 大概就變單行道 這部分我們知道 然後會後我們會跟焦慮處去線 看看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另外跟蘇議員報告 公東街我們大概 今年有列一個設計案 會整條大路都做拓寬 大概明年會編預算 也請各位議員來支持 大概改善完成之後 都會雙項就可以通 以上說明 好 針對我們張國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這邊啊 人家副處長 那個處長你就不用答覆了 我想提醒你一下 防信道路啊 最近市民很重要在反映一個問題 施工的時候整個啊 爬點那個電線啊 電線你知道嗎 它很多臨時線要牽的話 會可能都是處理不好的話 被漏電 當然就會影響到附近的市民在 散步的時候的危險 所以尤其我們基隆市 又是下多餘的縣市啊 所以務必啊 請我們那個處長 特別要求啊 我們的所有 不管是包商 還要我們承辦 一定要去行事 不要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本會同仁也提到了 未來整個有破壞到 我們整體的防信道路 你務必啊 到時候這個完工的時候 一定要要求廠商 把我們所有的 以往我們所有整體的 一些 原本沒有遭受破壞的 一些各項設施 一定要請他們護言 這是啊 本期要特別要求的 謝謝 好 我們 楊秀玉楊議員 我提醒一下那個處長 那個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太岸路 那個捷彎曲子道 對面那個人行步道 跟那個馬路 那個顏色要區隔 前幾天那個有一個機車主 有好幾個機車主 機車主上 早上要上班啊 直接就騎去上面 出了一個車禍 這個是很嚴重喔 他把那個人行步道 當成是馬路 機車的那個 機車行駛的那個馬路 你把人行步道 跟馬路那個顏色 要區隔 一定要區隔好 你有空請再去那邊 現場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 而且要趕快去處理喔 人民的身家 安全性很重要 這個不能再拖了 拜託你喔 謝謝 好 我們還需要公務處處長 再相加說明嗎 如果不用的話 我就做成決議好嗎 本會議員同仁所提各項 交為缺失 請市府入案改進 並折成成商 落實交為計畫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 張國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是不是可以加一條 我剛才所提的 在工程期間 遭受我們任何防信 都有遭受破壞 務必請我們 公務處啊 一定要要求廠商 在完工的時候 全部復原完畢 沒有啊 我上面就 就是有關這個 這個這個 所提各項 所提各項交為缺失 請市府入案改進嘛 就你的缺失有提出來 我們都都全部加入案改進 然後必折成成商 落實交為計畫嘛 好不好 好 通過 我們進入第五案 我們先請 我們交理處處長 議長 那各位議座 各位議座好 那有關於第五案 由交理處來針對這個東岸 停車場的一樓商場的規劃進度 那進行報告 那東岸停車場 它是 金融港 港府的東岸地區的 一個重要的輸入 那由於建物比較 已經老舊了 那加上早期所規劃的建物 使用的模式 它已經針對現在市民 還有國際觀光客的那個吸引力 比較不夠了 所以我們怎麼針對這個東岸 停車場地面層 怎麼去再生 也成為這一次的改造的重點 那其實在比較長遠的規劃 我們會有其他的規劃 但是比較中短期的話 部分的話 我們是在這個停車場 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 那先在比較長期的規劃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短暫的使用 變成有效的使用 那近年來 由於那個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的部分 那它是比較 以企業化經營的那個態度來進行 那也可以大幅提升 這公共服務的品質 那同時這樣也可以減輕 整個政府的財政負擔 所以我們希望以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來招商 那藉由這個BOT的方式 來引進整個企業的經營 那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改善這個整個公共服務的品質 所以我們東岸停車場 這次是以促餐裡面的ROT方式 也就是做部分的修繕 部分的施作 來也希望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 那補充報告就是說 原來目前的停車場之前的102年到104年 它是以最高價者得標 那以前的停車場都是這種方式 那最高價得標的話 那廠商一定是以最高的收入 然後最低的成本去投入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對廠商來講它只有賺錢 那服務品質對它來講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改進這個缺點以後 我們後續的公共建設部分的話 都是以ROT的方式進行 所以105年的1月 我們這個新的團隊進來以後 目前為止整個停車場的修 整個ROT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各位一座可以到東岸停車場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消防、照明、標線 這些都已經大幅的改善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引進新的 那個招標方式的優點 那其實整體的那個招標的那個 權利金來講的話 原來的五千萬一年是五千萬 那目前為止也是五千萬 所以對市政府來講 我沒有減損我的權利金的收入 但是我獲得比較好的服務品質 這個就是我們公共建設 希望引進那個ROT的方式 OT的方式來進行 那第二點就是針對整個基地的 這個地理說明的話 這個地方是在人二路 人一人二還有愛山 還有東岸高架圍繞的區域 在整個市區的高度來講的話 它是在我們整個港府的水域空間 還有商業火弱區還有行政區的交會處 所以它不只是單純的停車空間 事實上它是我們整個東岸的這個 郵輪轉運還有行政商業區的那個行進處 所以事實上它對整個基隆港進來的 是一個首都意向的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我們要把它當作地標的方式來處理 那在整個規劃還有想像的藍圖 我們整個東岸停車場 我們就不能單純它的基地的範圍來看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以整個市中心的重新的思考 然後它的城市的定位 所以這個業者它在1月建築以後 我們歷經了6個月的不斷的那個討論還有規劃 那他們的建築師也修改了很多次 那除了建築外觀的演藝以外 我們也希望把整個停車場的四周的那個活動 然後進行思考 那例如像現在我們有很多那個學生 他在文化局的外面 那個整個文化中心的外面去跳街舞 那事實上它是沒有一個空間 例如這個 那我們希望在未來規劃的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這些市民學生這些活動的空間 也把它拿進去 所以我們只能從市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整個東岸停車場它是在整個城市的軸心 軸心的區域 所以很多觀光景點美食 它這是一個重要的景點 所以我們從港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門戶的地標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規劃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希望能夠善用這個地點 來做形塑成一個鑽石級的一個地標 那也希望成為整個基隆觀光的那個發動機 就是說它原來單純只是一個停車場 但是我們希望它未來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標的形式在那邊 那整個實質規劃的成果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那所以我們會有幾個重點的希望考量的 就是說我們會考量現況的改善 怎麼去改善現況 然後還有活動的引路 都市景觀還有未來發展這幾個課題 那我們希望來打造這個地標級 那在整個規劃來講的話 我們在一樓的規劃我們會希望不是像現在的封閉 我們希望把四周都把它打開 那讓人潮能夠自由的流動 那在二樓我們往上 就希望再提供商業還有人流的整個休閒的空間 這是二樓的部分 那在三樓的部分我們就會有希望有空橋的銜接 那這是未來我們預估有可能會到文化中心其他的 有一個預留的空間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半戶外型的活動的修行空間 也就是說它有遮蔽的 那在三樓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剛才前面報告的 就像現在文化中心它入業以後 其實很多年輕的學生在那邊做一些極限運動 或是在那邊跳街舞 那或是練習舞蹈這些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提供給它一個開放的活動休憩的場所 這個是可以提供免費的 那另外在四樓的部分 我們會希望塑造成北台灣第一座的港灣海景的一個空中的跑道 那也可以提供給市民在做一個簡單的運動 然後也可以完整的通透的一個視野 它是直接可以看到郵輪可以看到基隆港 這個是希望我們整個微笑港灣的一個量 也希望趕快完成 那在各位一座提供的這個第18頁這個最後這個就是這個圖像 就是我們未來希望完成以後的整個模擬的圖示 那這個在頂樓的部分就可以看到這個最上面這個圖 它這個就是一個像方盒子這樣子 它可以做一個半開放的空間 這個就可以提供給年輕學生做一個運動 那另外這整個案子 整個規劃進入的話 我們從1月是跟這個停車場的整個改善的這個作業 是同步的啟動 那整個規劃 我們歷經六個月的討論以後 我們目前為止已經完成相關的整個規劃了 那整個現在計畫是整個進入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還有建築執照的這個相關的申請 那但是因為這前面還有方法建築線指定這些程序還沒有完成 那目前我們也在申請拆除執照 那相關的程序完成以後 我們才會往下面去做相關的那個施作的程序 那我們整個預計是希望在第三季的時候是完成相關的行政的作業 那希望在第四季完成整個商場的這個整修作業 那我們希望在106年的年初 那看可不可以做正式的營運 那後續的話 我們會持續的那個督導這個業者 加速推動這個東岸的這個停車場的商場整建作業 然後巡受我們市區的整個景觀標的 那也締造我們海港都市的一個新的亮點 以上報告 好 我們請南米華南議員 我們韓良起韓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聽完李處長的說明 我覺得對東岸未來的願景 我是非常有信心 那如果未來能如我們模擬圖的這樣的一個 硬體結構能夠建造出來 我相信這是基隆 非常成功的一個地標 那我在這邊先肯定教李處的努力 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都看到了經營改善的非常成功 我想也成為我們基隆市值得推薦的一個企業模式 那我們現在要關心的是商場的部分 將來東岸能不能成功 重要在那個商場的規劃 那我是覺得我們的進度有點慢了 你看停車場都已經改造完整的營運了 也獲得佳品 可是商場的部分到現在呢 還沒有看到動工 我比較關心的是商場的進度 那如處長的報告啊 可能要到明年初啊才能營運了齁 我看不出來整個商場 你將來的商場的規劃是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基隆最重要的市中心 將來它就是最重要的人流集合的地方 人家來基隆 尤其有的旅客能不能留下來 你這個商場扮演非常成功跟失敗的關鍵 如果規劃成功 我相信這裡將來是人流物流集中的地方 會是基隆成功的一個量 所以商品的規劃 廠商裡面的所謂的商場的規劃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們要用心的跟業者來溝通 我記得你們第一次流標的時候 當時成品也有 我覺得當時成品企業所規劃的商場的內容 我就覺得非常好 它包括了特色餐廳 文創區 書局 還有基隆的伴手禮特區 藝文特區 他們強調要借用這個地方 有一個區塊 就是把基隆的文創產業引進來 讓基隆的藝術家可以在這個地方有所表現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成功的要素 那雖然成品沒有得標 可是我覺得他們之前的概念 值得你基隆市政府去學習 去要求未來新的廠商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看到你二樓 你的說明有二樓 東岸現在有二樓嗎 沒有啊 那我自己我推測你是不是 一樓給它加蓋成兩層 應該是這樣子嘛 來增加這個商場的面積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我贊成 但是等一下請處長報告一下 這樣會不會影響東岸的結構 我們都很清楚 東岸地下室是會勝水的 如果你再加蓋一層 那麼多的重量 將來廠商的裝網再進去 商品再進去 它的承受力能不能 那個承受得了 這個請處長來說明一下 那再來就是三樓的設計上 你們有所謂的空橋銜接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好 將來從東岸連接到文化中心 然後再連接到港務 你的港務大樓 甚至連接到東岸廣場 這個架構很好 可是這個經費 請問是由基隆市政府負擔 還是得標的業者要去負擔 等一下請處長說明一下 那我是希望說 基隆最好的一塊市地 那麼未來能不能成功 有賴於我們是政府 用心的去跟廠商來溝通 我們要鼓勵廠商多投資 把眼光放遠 讓東岸廣場成為基隆的一個亮點 以上是我幾個問題跟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南敏華南議員 現在有韓良齊韓議員 謝謝議長 然後莊景天議員請做準備 莊景天議員 莊景天議員 抱歉吧 第一個 我不知道當地停車場 當時一個大笑話 在我們的東森新聞 做很大幅的報導 停車位的問題 機車停車位的問題 有沒有徹底解決 如果沒有徹底解決 真的是一笑大方 因為那個車位真的是超級小 然後居然可以這樣擺到 然後說我們做什麼微笑 什麼什麼什麼我就不相信 我們怎麼會做得好 我們內部都不做好 我們做什麼外部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我聽到二樓以上 有好多建物 還有空橋要架設到文化中心 像這一種情況 我們議會為什麼一點都不知道 到現在我完全不知情 我看到這個報告書 怎麼會二樓三樓四樓五樓都跑出來 這對基隆來說 是不是一個重大的建設 如果是請尊重議會 如果不是 那你不是做笑話嗎 我們議會為什麼一點都不知道 議長 請問你受到尊重了嗎 請問各位同仁你們受到尊重了嗎 我們都不知情 當年我們議會議決結果 蓋成現在的樣子 現在你要做任何變更 不用經過我們議會 那議會就收起來就好了嘛 我們議會可以關門了啦 謝謝 我想 林市長 請尊重我們基隆市議會 因為我們是個監督的單位 所以有任何重大的建設 請 請 向我們議會 好 我們 等一下 還沒乾 我們 莊 龍青莊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 我想 針對東岸停車場 我想 我們東岸停車場 我想最重要的是提供給民眾 我想不管是提 汽車或是機車 以這個停車為主要的目的 那如果商場是這個次要的目的 所以在這邊我想請教我們這個交理處 那商場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 從開始為到現在 那你在報告提到說 在106年初 商場可以真實營業 那我請教 這所有發揮的這些 金位大概要多少錢 那你大概要引進多少個攤位 那攤位裡面的 到底要賣什麼商品 我想都應該要說明 那最重要的 既然有商場 有攤位 那能夠提供多少個就業機會 能夠提供給基隆市民 我想這個都應該要提到 不是光在說明裡面提到那麼多 但是重點都沒有提到 所以說我在這邊 希望說我們交理處 能夠針對的 這樣子 這個商場 要規劃這些商場的 這些包括 這個相關的這些 總共要花費多少費用 我想這一定要說明 那當然這個費用 是應該由ROD的廠商來支出 是不應該由我們基隆市總來負擔 那總共 那你既然說106年初 要開始營運 那最起碼 你規劃多少個攤位 裡面有多少個商品 我們希望說 我們至少要賣的這些 產品這些商品 是在這個全省各縣市 都有連鎖的這種商品 我想在基隆進駐是最好的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提到說 能夠提供多少個就業機會 給基隆市民能夠在 新的這些東岸商場 能夠來上班 那最後我再建議 如果未來我們地下室的滲水 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之下 我建議基隆市場 把東岸提升 能不能規劃為新的 我們新的市政中心 在東岸提升 來研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張榮慶庄議員 各位請我們先請呂美玲女議員 楊石誠議員請做準備 主席大家好 有關於這個東岸停車場 比較質疑的一點 是這樣的 當初我們的招標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那目前呢 這個是當初提出來的廠商 他們提出來的計畫 跟現在的計畫一樣不一樣 還有我們出租的年限 跟現在的年限到底有沒有變更 我覺得這個都要說清楚 那最重要的是它原來 它是一個停車場 一年以後它變成了商場 使用分區可以做這樣的變更嗎 好 還有這個建築物本來是兩層 你現在要變成三層 加蓋三層四層 一般的老百姓叫做違建 叫做不合法要拆掉 那如果由市政府主導的 你的合法性從哪裡來 還有你原來是停車場 你現在變成為商場 想請問一下你的使用分區 的合理性合法性從哪裡來 如果是老百姓早就給你拆掉了 不僅拆掉你還要這個 還要被罰 那我們的市政府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完全完全的都搞不清楚 如果你們可以違建 你們可以變更使用 那一般的老百姓 為什麼不行 還有 我們看到它的規劃 說要有留有空橋的銜接 如果那是幾年以後的話 市市表示 東岸停車場 這麼一個市中心 這麼一個精華的地區 因為空橋蓋了以後呢 它就永無超生的機會 事實上如果你們是一個有國際觀的 如果你是有一個都市所謂 這個規劃一個城市意向的 這個有視野的領導人 主導者 你根本就不可能再使用所謂的 不管你是ROT也好 OT方式的也好 你應該就直接把這個東岸停車場 完全拆掉 我就蓋了一層三十幾層的地標 這個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而不是你蓋的地標以後 你甚至可以把東岸連外道路 連接直接就像洛陽停車場一樣 直接就引進下來 上面我們就是商場 下面我們就是停車場 你解決了絕大多數市中心停車的問題 這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國際觀嘛 那你現在只是說好 我在加蓋一個三樓 我也沒有地基的研究什麼 不管反正我就是這樣 然後在加蓋的四層 四樓 結果你還說在四樓裡面要做一個跑道 我很高興 因為我自己在練長跑的 可是呢我剛才看看你這樣的跑道 80乘80那個跑道大概三分之一的話 不到30 30乘以4的話不到120 你是讓小朋友去跑而已 對不對 一般的大人沒有 那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 第一個我們要合法嘛 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當初招標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然後業者提出來的計畫的內容 跟目前的計畫內容到底有沒有變更 還有我們現在的年限跟當初招標內容的年限有沒有一樣 還有我們的建築 還有我們的建築要給它再為建 加蓋了三層四層 有沒有合法 還有我們把停車場變成了商場 這個的使用區分的變更 又有沒有合理有沒有合法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 但是不管它合法沒有合法 這是後面要解決的 一個非常重點 就是我們剛剛韓議員所提出來 當初去會看的時候 機車的停車格太巧 還有呢這個 汽車的停車格也有的大有的小 也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些問題有沒有解決 我們希望市政府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 謝謝 好謝謝我們呂美玲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楊石誠楊遠 陳東財議員請做準備 我們這個東岸的停車場 你現在要把它變為商場 其實它以前主要的功能 主要的是我們市區 商業頻繁缺乏停車空間 所以在那裡的地方設置一個 可以提供我們周遭商場停車 使用的一個停車場 因為呢 停車位確實不夠 假日在旁邊等車位的 繞了一大圈 排隊排了一大圈 所以呢 你在這方面 停車場如何去改善 就成為一個重點 但是我發現今天我們看了 你這個內容呢 是商業行為 商場的用途 多餘了超過了你的停車場的用途 在比例上 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你如果說 將來在這地方造就了更多的商業行為 所吸引的那些客員 他的停車位 會更加不足 這一點 我想你在這裡面 也沒有做報告 也沒有做評估 也沒有去做想像 你要改善這個地方 讓我們機動市 變成更糟糕的一個交通狀況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做 當然裡面你有提到一個空橋的構想 這個張在以前呢 張市長 我們跟他建議的時候 他做過以後評估說不可行 我什麼原因 我還沒有去真正去瞭解 能夠搭設空橋 是對我們機動市的發展是有利的 連接這個文化中心的三樓 能夠連接到三樓 或是到二樓 連接過去的時候呢 可以跟我們文化中心的文藝活動共享 我們不是只有看電影而已 我們要把我們機動市的文藝活動 推銷出去 能夠他在這個停車場 商場 這個消費停車 然後呢 又可以看一些文藝的表演 也可以增加文藝表演者的收入 這個雙方面呢 是有利的 這個是必須要積極的去推動的 有什麼法令上的限制呢 我想你應該都要做 積極的態度呢 趕快去解決這個事情 對於市長你將來呢 這四年呢 裡面的這個工作成果呢 是一項很大很大的一個建設 是快而易的 是對我們機動市真正有幫忙的 可以跟停車場跟文藝活動 跟商場連結的一個好活動 好地方 所以呢 好的建議呢 你能夠做 對機動市是有幫忙的 任何一個議員呢 都會支持 站在機動市的發展 沒有所謂的黨派的問題 更沒有巡師的問題 也希望說你能夠更積極的推動空橋 但是在於停車場的問題 你要去解決 你現在是要解決的 停車場的問題 不要重過於 這一個商場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楊石誠 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請陳東財 陳議員 我們秦政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其實這個 這個東漢警察廠 我記得在李建宏當市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規劃案 他那個 歐樓的平台是直接拉到文化中心 然後這個 這個整個建築物是蓋久了 是一個船型的建築物 那麼另外一個空橋是通到西岸馬頭 當初設計 另外一個空橋是用電弧梯的 後來這個案子 其實這個結構物是鋼骨結構的 它是九層樓的設計 不然後來第二次 弄那麼深幹什麼 當初是用逆打的工法去做 所以我是這樣講 既然 有廠商願意這樣投資 的話 我們議員應該要來大一個支持 這個案子 其實也講很久了 我們議員同仁也講很久 以前李建宏在的時候 他是規劃是一個辦公大樓 然後第九樓是一個旋轉餐廳 當初讓他蓋的話就是一個地標 然後奧樓可以拉到文化中心這邊來的話 可以增加一個三千坪的一個空間 西龍市的空間很少啊 然後呢 新一路跟人一路是車型 平面道路 不妨開到這個行車空間 文化中心下面那個空間又可以用 剛才鋼鋼鋼鋼鋼鋼也沒關係 對吧 我們現在辦一些外棟 在文化中心要花多少 只要搭一個舞台就想要多少 搭一個要搭一個外棟 在文化中心會搭一個舞台 還要搭一個盆 不只五萬耶 大家可以去問看看 看民眾要到那邊辦個活動 或是一些民間團體要辦個活動 也要搭一個大舞台 搭一個帳盆 最少開口盤就行 所以我說 既然有廠商願意這樣投資 來做這個工程的話 我們認為應該要大力來支持 讓基隆市能夠有進步 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好 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請秦政議員 張耿惠議員請做準備 謝議長 關於這個停車場 當然要建設的 盡善之以免 尤其經濟效益 大家是樂觀其成 但是本席在這邊 有個看法 所謂這個看法 因為這個東帆停車場 它是主體是建設在水面上 它的地基是一個 浮桶式的一個 所謂的沉澱 海底下的一個地基的一個基裝 當初這個停車場建完之後 就是因為市場的滲水 因為它的基層做得不是很紮實 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後來的量體的結構上 就沒有做增減 所以只做到一樓 及一樓頂 做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是那麼有因之下 不可以 不能去繼續增減它的量體 那今天在這個情景之下 我們本會沒有人知道 我們這個VOT案的 是ROT案的 這個規範型 忽然間可以增減到三樓到四樓 不過請問 有沒有做過所謂的安全結構的評估 我們信義仁愛 郭橋做地下停車場 我們都要做安全性的評估 請問這個先前 一定是有它的安全的固執的量體之下 那今天貿然的 我們讓它興建到四樓 請問有沒有做過安全的評估 再來說這個停車場已經數十年的歷史 好那回頭我再問 請問你在這個招標的規範裡 是不是有規範可以提供他們做新建 到三到四樓的這個所謂的條件 假設沒有今天建商 這個得標商 他提出這個所謂的 建建的這個他的商場的要件 請問法律預計在哪裡 法律預計在哪裡 剛才我們同仁講的很多 很多的疑問很多的疑問啊 我不知道今天 我們理處長領了什麼個說明 我請問 你跟招商的時候 當初的這個規範裡面 有沒有可以允許他們 做證件的這個條件 沒有的話 你今天黯然的 默許他暗度陳昌式的 來做這個所謂的量體的一個證件 來增加他的所謂的 將來的經營的效益 我不能說你是圖離他人 但是我覺得你所謂行政上的 一個嚴重的 不尊重本市議會 更何況 你要做通橋 把整個基隆市區的這個行政中心 做一個自助網式的這個空橋 請問我們的整個市區的市線在哪裡 我們天際線在哪裡 完全是個錯亂的一個想法 所以本席在這邊向我們議長建議 市府這案子沒有充分的在 提到以後充分的說明 以尊重議會的情形之下 我們暫停 請市府要求 暫停任何的這個建商的 任何興建的設施 我想這是對本會監督我們市政府建設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欠檢的條件 也是尊重本議會所有的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建築權 所以本席嚴重的建議 希望我們作為決議 做成暫時停止 這個所謂的建商任何的投資行進 這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好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 張耿輝張議員 洪生有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當然啦 有關本案啊 本會的同仁啊 也提了很多的寶貴意見 不過本席在這邊也有意見啊 我想第一點啊 要請教你啊 我們現任的廠話處長 沒有在睡覺 現在廠話處處長 當初你是在公務處的時候 寄本席了解你很清楚 你要實講 到底東案啊 他三四樓的話 在商場包括一個天橋 那個安全的結構性啊 有沒有問題 說清楚 這是第一點 說清楚 講明白 安全結構性 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 本會的同仁 剛才啊 很多同仁啊 甚至有些氣憤啊 包括這個重大的一個工程啊 改變了這麼多 議會啊 都沒有人知道 這些我想啊 有必要請我們主席啊 到時候是不是才是啊 這個應該要專案的八卦才對 這個很多 不管是未來是我們四五座 還是廠商有意願做都一樣 務必啊 想想細細的 一定要向議會來做清楚 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工程 第三點 談到了啊 你說商場 甚至於商場我們要求就是一個嘛 停車問題嘛 你找之 啊 找之 找之如此 何必當初啊 當初啊 你發了五億七件犯去搞 說什麼要改善交通問題 信義國小人愛國小 你把這一拳 你要弄停車場的話 才花多少 你要做一個五億七千萬 現在又在想 停車問題 不是這樣嗎 燒燒營子嗎 所以說很多的測試啊 我希望啊 要充分的尊重議會 假設啊 雖然說沒有錯 完全執政的利益 的優勢下 也要尊重議會嘛 不然後來就都不用開花了 整個你們自己想就好了 所以說啊 我是建議啊 我們市政府啊 做任何 一項的重大工程啊 未經過議會的時候啊 先不要啊 先提出啊 很多的構想 那來講的話 這一些 我想請問交理處長 這些 是不是 廠商的 意識 還是我們市府已經有規劃的 你規劃的經會從哪裡來 你要報告清楚啊 還是你自己提出來 來 你要向議會說清楚啊 以上是本期的建議 好 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請洪生永 洪議員 陳志誠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喔 啊 我看喔 這做到 流汗 讓人見到流汗 記得過去 這個經委喔 來到我們基隆市 看到我們東岸停車場 這時候跟我們的基隆市政府講 你像喔 西中堡 都當作土堡 從西中堡 都當作土堡 基隆市 大家都知道 市區的平地 空地 以及可以新建建築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少 真的有夠救援 記得剛剛我們陳通財議員有講 過去當時的那個東岸停車場 是要去高樓 是要去高樓 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現象 那個時候也是我們基隆市的一些議員 那時候要求市政府要改變建築 現在才來說 欸 為什麼怎麼會這樣 那我所知喔 當初既然如果 結構是要蓋九樓來講的話 我想 結構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 我們市政府待會還是要跟 我們一位同仁講清楚 講清楚 那麼至於一般會滲水的話 會滲水的話 一般都是洪水做得不好啦 其實跟結果是沒有什麼關係啦 所以一般有建築概念的人 應該都知道啦 那是說張案圖 沒有張案圖 什麼就能說 這種滲水的話 應該都是洪水做得不好 結果是沒有關係喔 結果是沒有關係喔 現在基隆市 所有的停車場 能夠跟其他縣市 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的 就我們東岸停車場 自從東岸停車場 改變成現在這樣子的時候 多少基隆市的市民 以及外縣市的朋友 來跟我們基隆說 啊 基隆比較有進步 基隆比較有進步 所以既然在市中心有這個點 好不容易 讓其他外縣市 能夠以東岸停車場的改變 來肯定我們基隆市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繼續來推動呢 一定要繼續來做啊 那剛剛同仁講說 停車場用地怎麼可以做商場 據我所知 我們這一塊土地是交給嘛 應該是多目標使用的停車場 既然是多目標使用的停車場 我們就是一定要好好利用 它的土地分區來做啊 我們到北樓去的時候 那個台北市有一個高達屋 它也是多目標使用啊 多目標使用的停車場 它除了做停車場功能以外 百貨公司 商場 全部都可以做啊 我們基隆市 平地市區 那些小的地方 你不好好的利用 既有的資源 既有的建築物 來做最大的效益來做 不然你跟我們這些 這麼好的社總部 又繼續放在那裡做豆腐嗎 好不容易現在市政府團隊 既然要這樣子來製作的話 我講一位同仁應該也都非常熱心的 希望說我們基隆市 能夠藉由這個動案停車場 來改變我們基隆市 剛剛也有很多同仁不分黨派啊 也認為做空橋很好啊 它空橋既然能夠連帶我們文化中心 甚至於黨務中心 我們都知道啊 基隆市現在已經是遊人的母港啊 每年有那麼多 要出國的遊客 來我們基隆市 那我們何必用空橋 來帶動這些的人潮 加進來我們基隆市 來刺激我們的消費啊 這些都是好事啊 那為什麼要用一些觀點 來火定市政府團隊的一些施作 我想 針對市政府團隊齁 我個人的看法啦 本市的看法 要多鼓勵啦 市民團隊 市民朋友 你們只要有用心在做 就像我們現在的市長評比 從過去的三顆星 提升到現在的四顆星 這就是請朋友給你們最高的鼓勵啦 繼續留宿啦 民間 好 我們 現在請 陳志誠議員 然後游戏航醫藥議員 請做準備 我希望喔 舊系不要再重演 大概這個東岸停車場喔 我們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當初他就蓋 東岸停車場向愛山路這邊蓋動 五百坪基地的九層大樓 然後再往 往這邊 人一路這邊延伸 做一個空中的廣場 空中的廣場 再接著做一條走道 空中走廊 通道直接通道客運大廈 那麼 當初為什麼公敗水城 因為議會 把這基隆市最重要的建設 花了八億拿到這塊土地 居然把這部分最重要的 這 突顯這個建築的價值 能夠 發揮到功能的 這部分把它刪掉了 但是還好 因為當初刪掉是 三到四下一塊錢 就這個科目還在 今後 這個要把它揮揮 再把它做起來的話 這科目還在 我們還有這個 繼續 在議會跟大家商量的餘地 這是原始的 那麼當初是李敬榮當市長的時候 那麼 因為 是少數黨 當市長 國民黨有一個 有一句話說 如果好的都幫你做 我們議員要怎麼跟你算 我想是不是基於這樣 把這個刪掉 因為當初我們議員只有 民進黨只有四個 四個還是五個 結果我們 我們拿了十幾票 表示說也有很多 國民黨的比較明智的 不會說因反對也反對的 也舉手 贊成這個案子 但是因為還是不夠 結果就因為把這個 這樣子把這個案子 這部分 樓上 那九層的部分 做一個船型的 大船入港 那個部分 那個建物 九層的五百平均 這個建物 還有 那個 空中的那個 那個 那個廣場 然後再 還有這個走廊把它刪掉 這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把你刪掉 結果 花十幾億 去一個天車庭 因為這樣 接下來 的市長 對這個廠商不滿 在新建過程 把它阻擋 大家 假如還記得的話 那個整個廣場 那邊 不 補條 調到幾大堆來 就控制這個市場 這樣把它挑爛 讓它無法做 真是 非常難看的一場戲 到最後廠商不幹了 其實廠商沒有倒 他就不幹了 放在那裡 把後續的陳爆廠 下去包 下去做 做鍋子 要加錢 稍微 走路 又換人 九十五個 我會變 蓋住 垃圾 垃圾 那天車庭 最多的營水 會這個結果 為什麼會這個結果 因為本來它的承重量 它是鋼尼鐵 下去搶的 地基打得有夠 知道 但是問題是 本來上面 它設計就是高棧的 高棧的重量 把這個壓 這個 把這個地基 夯死 把這個它的 有可能滲漏 這個 因為這個壓力 讓它不會滲漏 結果因為這樣子 產生這麼多的弊病 那我是不曉得說 到 到現在為止 到到底這個 現在這個東岸停車場 它的建築 構結構 勞不勞固 假如真的 我們經過評鑑 專家評鑑 從每一點 都去推敲 假如說 真的說 它的不勞固 可能有危險的話 我們 才有重建計畫 假如 沒有這個安全的問題 當初我想 我們所有的學校啊 以前是 你要怎麼蓋 就怎麼蓋 隨便 你沒有什麼建築 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很多 學校的教室 是補照的 在補照當中 很多根本 都沒辦法補照 但我們政府建的建築物 絕對是 經過 設計 建築師 這個 承包 然後把這個設計 做的結構 什麼都完成 然後我們送 送請這 市政府去審查 通過的建造 合法 不可能去蓋 現在這個時代 還有可能去蓋 蓋著圍張建築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我是希望說 我們大家是為了基隆市的好 能夠讓基隆市更進步 我們當初把甘孟 拿這個地 那是割掉人家的心肝 的肉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 是 沒有想要放 這個東西 剛才那邊的一件 才有知道 這個 把它拿過來 結果拿過來 我們把它糟蹋掉 把它拿來 當一個停車場 這個最精華的地方 所以 我在議員說 從以前 做議員 到現在 從來就是 理性問政 只問 智慧 沒有 沒有黨派 所以 如果對 基隆市民 憲力的建條 基隆市民 我們議員 都是贊成 當時 我是 淋水沒有做指定 是不是說換 民進黨做指定 變成這種的結果 不是只有這個 還有 西定 西定河 那個 這個 高價 高價道 那個問題 也是 換了政府 不只換了老大 換了心肝 心肝很壞 沒有一個 我當時聽說 那是要言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是為了政治現金的問題 不夠的 是誰 找麻煩 騎空找麻煩 當然 這個 我不在這邊髒皮人事 但是 這部分 我們東岸停車場 假如不再趁這個機會 好好把它 做起來 好好把它 在這個基隆市 最重要的門面 把它蓋得 非常符合 人文 商業 跟各種用途 警車場 底下 根本本來商場 就很容易做生意 那當初 我們還去試驗 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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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巴士去那邊 這個根本不能停遊覽車 當初有事 就要停遊覽車 因為 那個 游輪過來 游覽車在那邊停在那邊 結果居然在裡面 我記得上次 林市長在 我們在那邊看的時候 我有說 我們為什麼在裡面 在這個建物裡面 是我們要充分使用的地方 再做一個非常大的花圃 把這個 通道通通 擋起來 那個花圃 打掉的話 就可以停十幾步的游覽車 游覽車可以直接進去 直接出來 所以 這個 是因為 當初 把它變更了 因為上面沒有蓋 變成這個 這樣然後導致這個 東岸停車 變成基隆市一個笑話 從外型到整個設計 都這樣打一堆 所以 這個 東岸停車 這次 那個市政府 既然是 拿出這個設計 我們當然說 希望說今天其實也是 也是在討論 那麼討論 討論這個報告案 針對這個報告案討論 我們 看這個 市政府這邊 在交流處 或者市長這邊拿出 這個 我覺得說 像這個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模擬動畫 模擬的 讓能夠在 在這個 我們這個電視機上面 通通 放出來給大家看 將來 出來就是這樣子 不只讓我們 市議會 議員 大家覺得 心服口味 也讓市民看了說 看到了基隆市的希望 我們大家希望說 不要再 因為 這個 黨派立場 把這個基隆市 重要的建設把它搞掉 這是我想 我想應該也是人同死心的 不會說 我心肯現在 讓他 創得越壞 我越後越有機會 我想我們說 都做到 都支持這個 政黨的事情 政黨好 建設的時候 這就議員後來 這個連任也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啊 我們要推動市政 參市政 沒有人說 哪裡都有市政 我們後來推動 就是為基隆市後 我們做民意代表 就是為基隆市後 說對不對 所以 這個案 希望你 這個 這個 我們各位當年 說去 過去到現在 好像白手公里 發當年 但是過去到現在 這台聲 厭變 我想我們大家 心態要講講 做一個改變 我們大家就是要 為了基隆市後 不要說 這個案 也沒有說 過去 但我們還留 那個時候就是 留這個機會 留一塊 醫藥 如果要再做 還是OK的 再繼續推 推電這台 是可以的 就是說 我們過去去否定 現在 過去沒有完全否定 過去就說 留這個科目 將來還可以繼續做 有機會繼續做 所以我們幾個市政 就叫做 可以做 他也有在想 但想不到做 我們現在 新的市政 過程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好好 給他發揮 當然希望說 所有建議要做 讓我們重溫了解 我們也有辦法說 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和我分享一下 讓市民朋友 很高興 我們基隆市 越來越有進度 現在 已經有很多 外國的人 看來說基隆市 換一個新年市長 半山進來 看醫院 越來越多人 都會這樣 讓我們基隆 讓我們基隆 越來越發展 這是我相信 你我們大家共同有問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尤翔耀 由議員發言 請議員請做準備 剛剛很多通常 一直在講空橋空橋 他整個設計裡面 沒有空橋啊 沒有空橋啊 哪裡有空橋 那沒有 就一定要做啊 未來有需要做 哪裡有空橋 抓一個稻草人 打打打打了半天 哪裡有空橋 意有說未來有需要的話 意如說未來有需要的話 不過我聽得很奇怪 白石頭 我從頭到尾看不到一個空橋 只是說 沒有有意留空間 總共這個東岸停車場啊 是基隆人的痛 已經被當路了17年 当初为了报复 把整个世界通通改变掉 甚至于更恶劣的 当初还有人利用假民调说市民反对 结果那些人都已经落选了 反正那一年还有人用假民调说市民反对 反对原来的设计 要让我算了老天有眼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把错误的一些经验 还一直在里面打转 不管谁执政谁在野 难道不应该把市政做好吗 不要好像得了斯德哥摩症候群 再迷恶错误的经验 市中心这块精华的地 难道只可以做停车场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郑市长要下台 他在浪费资源 他没有善用资源 跟你像我们刚才当时说的 励手都赌保 基隆通常在监督市政说 你要开源要开源 难道这不是开源的机会吗 而且也是招商引致的一个机会吗 因为我们过去的 我们行政官员太过于保守 假如说本人要当现在当市长的话 我把基隆市七个行政区的一楼 全部做商业使用 办公在一楼干什么 办公为什么要在一楼 办公往二楼三楼上面去 这样有电梯非常方便 所以有七个行政中心 全部一楼做商业使用 能够增加市政府多少收入 要想办法去找钱啊 这谁在开源啊 对不对 可以赚钱的一个河边岚公园 瞎搞恶搞搞到现在 单摊子丢给北关 这是谁做的念 所以说啦 本席认为啦 按照于现在 市政府美提出的一个计划 是议会应该在监督的立场 不是我来问你说 我可以做吗 可以做我才做 行政跟立法的分纪 我想啊 大家要分清楚 我们要用力的监督 要拼命的监督 那你不能续意去阻挡 或者是制造了很多的困扰 让市政府去绑 把牌拔手 这是不对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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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执政人要好好做 当在野人也要好好做啊 这样才有机会在野变执政啊 八年前人家说民进党最少二十年三年跑不起来 我们当在野人也要好好的监督啊 我们八年就起来了 这是有什么关系呢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 天下不是一个政党的 天下是大家的 这最潜行的历史嘛 你看古代的藏国时代 每一个人啊 都拿了刀杀人 杀了血流撑河 都抱着一个理想说 哎呀为了天下啊 天下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认为啊 基本上呢 能够把这种闲置浪费了17年的 这个东岸 单单做停车使用 这么浪费 这么不懂的开了开发资源的地方 能够做个妥善的利用 我想一定会得到市民的掌声啊 好 但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说 市政府能够把整个构想 用比较具体化的 让我们议会能够充分了解 我们才可以充分的支持你嘛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瞎了眼睛啊 只有人眼睛比较小一点 那你写大一点给他看 自写大一点 我不相信大家都是瞎了眼睛啊 谢谢 好 好 你了好不好 没有了我没有 干嘛好休息休息五分钟 好 不要生气 下午再继续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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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